《吸香港的家书》 2021年12月 人家说一叶知秋 现在是一场雪就知道冬天的来临 很多人都说冬天的英国会令人抑郁 但雪景就令我觉得特别有情怀 可能因人疑疑 如果你不是这种人 不妨试试试改变心情 反正你不能改变事实 例如在这里 既然你不能跟渔村的朋友见面 不如试试在英国认识过一些新的朋友 就像我那天去旧屋拿回信的时候 就跟新的租客鸡竟然不断 竟然聊了两个小时 由于他是一个曾经教过天朝人英文的老师 他也挺了解天朝 他也很有兴趣天朝和渔村的最新情况 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就连天朝要帮人买保险 这种荒谬的现象都告诉他 他听了之后 他做出一个难以置信的表情给我 不如我讲一下这种保险给大家听 话说因为天朝试过很多次 帮助了其他人之后 竟然被人高回头 所以有保险公司创造了一个举世无双的 帮助别人保险产品 所以别说天朝没有创意 姓威三元人仔 那就可以帮人之前得到保障 你说多方便呢 就算帮了人被人高 也不用怕没有钱赔官司 或者医药费 怎样呢 听众浪是否觉得很诡异呢 所以真的不要问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来英国 你真的很喜欢和一帮制造诡异的人形物体共存吗 我就勉勉了 谢谢你 说到来到英国 最近有朋友都通知我说他来了英国 他本来是一个渔村的中层人士 他来了之后 不久就找到一份南岭的工作 我觉得很开心 可能有人会问 这么多人要来做南岭 对呀 又回来回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有个小朋友 试想想 渔村的荒谬程度 已经是说到要每个星期更新 才能更新的情况下 例如一个中性客观的民调 竟然可以被党媒说是影响选举结果 其实建制是否真的当渔村人是傻的 提提他 有个研究说 渔村人是世界上最高IQ的一帮人 我再强调一次 要一帮全球最高IQ的人 臣服于一帮农民 其实很高难度 所以我朋友情愿走了之后 低人工一点 做南岭 都不愿意给你这帮农民去管理 但 又不是每一个来到的人都要downgrade 刚刚我有个朋友做电影 来英国前就已经被人高薪请了 这个正正就好像渔村人的投影 天朝你不喜欢我们吗 大把人喜欢 人家喜欢的是你有真材实料 工作有热成 对自己国家有热成 我说的国家是英国 这种现成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是感恩 所以不要以小粉红蓝丝为利事图 或者愚昧无知识爱国 来衡量我们 补充一句 渔村人来到就算由低造起 我深信很快就会被人见到 就好像国产007那样说 你以为你躲在那里就找不到你 没用的 好像你这么出色的渔村人 无论在哪里 都好像有七黑钟的营火虫一样 这么鲜明 这么出众 说回都很坎坎 上一代渔村的创作 现在要来做走烂的自宅 真不服气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树木树 谁去掌木楼 小娃娃 你可知道 空着风格 看幻授 小娃娃 牙牙学书 何曾遇过风暴 好一个家 人船兵船 往往的海 正是父母 如火闪闪 擦浪图 随那海浪梦 小娃娃 你可知道 巨浪翻起 被船围高 南风轻轻送木树 谁去掌木楼 小娃娃娃 你可知道 空着风格 看幻授 小娃娃 牙牙学书 何曾遇过风暴 好一个家 人船兵船 往往的海 正是父母 小娃娃娃 又说开《迎火虫》 令我想起一个前巨星 譚永伦 他最近这几年做了很多令人伤心的事 其实由小到大 都不是特别喜欢他的 只不过在那个年代长大 难免会被他的歌影响了 其实这次他发生的事 已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感觉 反而他在19年的时候 支持皇军对付一般的市民 但见到皇军推低个小孩 或者大妻子的时候 他连声音都不敢声 实属可似 所以网上有人将他和Alton John比较 他的样子有点像 我真是想吐 Sir Alton John 是的 他是阿Sir 人家很有个性 他对英女王那种叫做尊重 譚永伦那种叫做舔共 更加不要说音乐才华 因为这些是很说天分的 至于是否卑躬屈室地去赚钱 又或者自愿成为愚昧者 这些很肯定的后天 我在这里再三强调 愚昧是一个选项 你有得选的 说起阿Sir 原来他在2021年的北京演唱会的时候 说送一首歌给艾薇薇薇 马上来《环球时报》去招呼他 由此证明他应该是一个好人 最近收到一封来自 狮子银行寄给我的email 宣传大湾区一片美好 你是不是真的当我是傻子呢 前几天 狮子和一个曾经在深圳做中层旅行管理的人 他曾经还代表公司出差去日本工作 他最近和我通讯 说已经在广州卖串销地摊 我十分支持他 做人能够靠自己一双手搵吃 怎样都过一些偷骗拐骗 例如告诉你大湾区一片美好的仆街企业 我这个向下流的朋友不是单一个案 另一个做设计师的朋友 亦都要回乡一下躺平 他还跟我说 只有傻子才会现在在天朝买楼 他身边的人个个都省着用 尽量不消费 那大湾区又会好得去哪呢 说起那间仆街企业 前几天他打电话来告诉我 我那张信用卡系列将会暂停运作 问我有没有其他他公司的信用卡 到时可以将户口混合 最初三秒钟我有少少傲老 但之后就豁然开朗 这些账单我想停很久了 但不知道怎样可以停止这些自动转账 这次他帮我删除这张卡 真是麻烦了 顺便可以跟渝川的账户说一声拜拜 因为我已经在英国落地生根了 补充一点 那些不是分期负款 应该说那些是自动转账 可有可无 不如再停下来吧 其实天朝除了经济有问题之外 他们的医疗也很大问题 话说这几天 和天朝一个朋友说起 英国医疗制度都尚算十分健全 穷人不会因为没有钱而得不到医疗照顾 这一点老实说 渝川目前为止都是一样 日后我就不敢包裹 因为税收都不知道去了哪些地方 资源就得那么多了 但想伸手去偷的人 又不止一个那么少 天朝朋友说 如果天朝患有大病的话 这个家就会散了 因为是会倾家荡产 不准 问你身边的天朝朋友 和我说这番话的人 已经是一个小粉红级别的朋友 当然他不知道我是一个普世价值支持者 否则他一定不会和我说 那么多天朝的实事 其实一个国家是否文明 就看你如何对一个陌生人是否怜悯 这一点渝川真的认早归宗得很彻底 很快 很快 不如说一下喝喝吃吃吧 有很多人说很挂着渝川的美食 其实你过不挂吗 只是知道现实暂时不能够实现 不如向前望一下 发掘一下一些英国有什么美食好过 就好像以前我只会吃菲律宾芒果 但来到这里之后 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开始转吃西班牙芒果 有时又买到一些印度芒果 漸漸发觉都不是太差 再者 在我离开渝川之前 已经很难买到真正的菲律宾芒果了 因为很多都是天朝假模 作为一个吃了芒果几十年的用家 怎会分不到真价 所以现在很快就爱上了西班牙芒果 现在超级市场几乎一年四季都买到 所以有时候路真的有人走出来 想当年这种心态 我有时候也会有 但如果不走出这个舒适 又怎知道其他的味道有多好呢 所以现在我最喜欢 就是在超级市场找一些我未吃过的东西 如果买回来觉得好吃 就真的很有满足感 大家不妨试试 最近在网上看到李世文先生的一个访问 他说渝川已经没有政治了 现在普通市民是不可以告政府 例如好像党铁一样 如果发生劳资糾纷或者意外事件 你觉得你还可以告赢党铁公司吗 又或者政府行政失当 你觉得你可以得到公义吗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 公平是很重要的 渝川再不是国际大都会 渝川已经成为义和团领港 开口卖口 外国势力打倒洋人 渝川正式还原 另外不如我举多个例子 有一对男女虐待谋杀一个女婴 判五年四个月 但同一时间 喊她口号就判五年九个月 举阿琪呢 九年 我真的很想知道什么叫法律 其实这个地方还怎么可以住下去 只要你不听党话 亦拒议就判得你重一重 如果原审法官判得不够重 那这个劣政司就会上诉告你死为止 总之就是信我者枪亦我者亡 我再说一次 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会是需要公平 极需要 最后我引述一下一位天朝人的一番说话 我觉得他写得很好 很有理性 其他国家进步或者退步 我不评论 但我们的国家这十年的文字 肯定在这里退步 我论证的过程是这样的 我们能不能够达成一个前提 一个人的思维水平要进步 至少要基于主客观两方面 一、主观上 他有思考的意愿 二、客观上 要有多元信息的环境 缺少了第一点 再多元的信息 环境也没有用 因此 舆论在开放的国家 也依然有反指的行为 缺少了第二点 有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 信息完全不对称的环境 当我们接收不到 二质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被封闭在一个 信息蚕访之中 看似我们每天都看到 海量的信息 但实际上这些同质化的信息 只是加固了我们的 认知偏见 穩定了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 却无法催生新的发展 如果我们现在与 舆论环境和十年前 二十年前相比较的话 那么第二点是非常明显 当事实都无法确保为真 并且证实正藝的渠道 都被垄断的时候 我们做出的价值判断 必然会出现巨大的误差 文字的摘体衰退 是一种必然 这种说法可以说明 为什么天朝这么多愚昧无知的人 正如最初我所说 最近英国落在大雪 试想一下 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 欣赏眼前的美景 何其美妙 是的 你呢 你何时过来 尔村人 加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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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赞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赞 直揚下千万明媚 世上乐圆地 废废室为我的自由 将身变作海鸥 青春在我双手里头 人想到走应要走 我想好像海鸥飞飞万美 我游在天上圆飞 我愿圆飞 我想飞到天天地的进村 直揚下千万明媚 世上乐圆地 废废室为我的自由 将身变作海鸥 青春在我双手里头 人想到走应要走 可别离得失与旧 小文字幕志愿者 刘山